不需要排队到轻快铁代币机去购买代币 今天所有想要承搭格拉纳在野线轻快铁的民众 只要向轻快铁服务人员索取免费的代币 那你就可以免费承搭轻快铁出游 而使用金明卡或一处吉东卡的乘客 在处卡进入月台时也不会被征收任何费用 没错即上个星期格拉纳在野线轻快铁两度发生故障 搞得民众怨声四起后 国家基建公司为了表达歉意 从今天到15号为想要承搭格拉纳在野线轻快铁的乘客 提供免费承搭服务 不需要缴付任何费用就可以承搭轻快铁 民众当然表示欢迎 这项免费承搭轻快铁的服务 甚至也吸引从未搭过轻快铁的民众 外出尝试轻快铁服务 这让轻快铁站在非繁忙时间也掀起人潮 这是我第一次用了RT 所以我很高兴 因为我第一次也不知道怎么买准 他们只会给了个免费 有了轻快铁故障的前车之鉴 格拉纳在野线轻快铁服务人员可不敢再怠慢 为了确保能够带给民众更多便利 格拉纳在野线营运经理 穆罕默纳基尔强调 该公司已经在靠近市区的轻快铁站 加派人手 以便在突发状况时 可以即刻采取应急行动 国家基建公司在日前透过文告表示 格拉纳在野线从尔迈站到布特拉高原站 都可以在今天起享有一连三天的免费乘搭服务 至于转换路线到大城堡县 安邦县 单轨火车或快捷巴士的乘客 则必须缴付相关路线的车资 此外该公司也将从9月16号开始 落实让早上7点乘搭轻快铁 单轨火车和快捷巴士的乘客 享有50%的车资优惠 以鼓励乘客提早出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NTV7综合报道 NTV7综合报道